我们今天来到印尼最大的这个行业掌柜 从这个中国飞过来 这种感觉还是蛮有触动的 这个大概是类似于中国在20年前的掌柜的一种形式 这种茶饮啊 然后酒店啊 然后厨具各种的掌柜在一起 规模也算在这边算最大 但是在中国来算就是大概比较小的 我们走了半天看到了比较多的是中国的 像这个设备啊和包材之类的已经走出来了 但是颜料这部分呢 我们经常走到现在还没怎么看到 可能接下来会发现 而且我们看到了现在这边的颜料的阶段呢 刚才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完全没有茶的 做奶茶完全没茶 全部是这个果味的一些本体的 真的非常类似于大概在0708年 中国这个茶饮刚刚起步的阶段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阶段 然后这边咖啡可能是比较成熟 咖啡跟糖浆这些类目呢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多海外的 包括本土的做的应该算不错的 比较大规模的企业 这边的掌柜呢 虽然说是叫食品的专业掌 但可能因为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还是真的跟中国早期下不够成熟 所以它招商会有点是按照国家来的 有一片是马来西亚的 有一片是中国的 还有日本的 每个的各种类型的 可能是跟国家相关的产品 食品都算 又不像是专门针对酒店用品 酒店行业 或者是针对这种餐饮行业的 所以还说是比较杂一些 涨过下来呢 感觉国内的厂商也算在涨 但是呢 国内厂商还是用国内的一种博士 来这边涨 会明显看到呢 这边其实适合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还是华人 就是本地人对这种产品结构 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产品升级以后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本地的 可能是咖啡啊 或者是说这种传统的饮料 就像刚才说的 很厚重的果汁啊 这些呢 反而是更多人去试 好像这些都比较多人试 然后中式的这些部分 目前看到的不多 我们也每一滴 在逛一下午的 大概两个多小时 现在就把它逛完了 整个展会规模 还算是比较小 那逛完的感觉就是 这部分的这个茶饮市场呢 真的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大概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是 咖啡啊 还有糖浆啊 还有这种粉体啊 这种跟原来这边的咖啡系 比较多的厂商 其实茶饮的厂商更多的 非常少本地的 就基本上没卷到 看到了现在就在中国大陆 开始来了一些 但是这边的这些产品 怎么要跟当地原来的 这个口味进行深度的结合 甚至是发展 我觉得这是可能 所有的供应商们 要去思考的问题 像蜜雪这些中国茶饮品牌 虽然在印尼 已经发展出了几千家店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真正的要影响到当地的口味和行业建立成熟 可能是还需要时间的 那这个就是刚好是更多的创业者 在进入这个市场的最好的时机 你看到这个大市后面有大品牌啊 还有大的趋势在推 那你就可能坐在这个火箭上等它成熟 这也是我们优惠国际 一直想着说以中国的这种模式来去输出 支持到前途 更多的创业者的一个原因 感谢观看